与修盛的示威 关于执政的示威 文元传写道 终日前前与世写行 或月在渊前道乃阁 指的是一个君子 一个领导干部 应该每一天勤勤坑坑的工作 要遇事俱进 要月落深渊去探索去工作 唯有这样大道才能革新 我们看西次传的写法 天地之道 真观则也 真明则也 天下之动 真复一则也 好 解读一下 天地的大道 就是正道要表现出来的 日月的大道 会招摇着正道 天下的行动 应该统一于正道之中 同学们发现了 这里有真观两个制 这是致命的唐太宗用的年号 真观之制 他就要按天地之道 去表现他的执政 他成功了 另外 只要走正道 最后天下要统一于正道 我们的中国共产党 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解放军 百万雄师渡长江 占领了南京的所谓总统府 毛主席写下了诗词 其中有一句话 人今正道是畅生 这就呼应了 我们西词传里写的这一段话 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字而百律 也就是说 天下的道路可以不同 但是最后的目标应该归同 就像条条大河 最终都要流向大海了 思考可以不同 不同的思维方式 但是最后的结果应该导向一致 西词传还写到 非所居而居焉 身必伪 这是一个重要的 执政和修盛的思维 我们有一些人 不应该占据的位置 他去占据了 这种做法是愚蠢的 错误的 因为最后他自身 必然危险 这是易经的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再来看西词传 写的一段话 实际上就是前面积极瓜 和魏极瓜所认识到的 安而不汪伟 存而不汪亡 知而不汪乱 这是一个执政者 每一个领导干部 必须牢记的 我们再来看看 西词传的文字 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人的品德 很薄 不够厚重 但是他的位置呢 却很珍贵 这个人的智慧很小 却成天下谋大事做 这个人的力量很小 成天想拿重的东西 凡是这样做的 很少没有不造祸 所以我们在用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用人的当 不能得不配位 如果这样用人 那么这个机构 甚至于这个国家 就会发生危险 我们再来看西词传的文字 为则是平 义则是亲 其道甚大 百物不费 指的是 经常警惕危险的人 最后倒是平安的 经常掉以轻心的人 最后要导致自己的伏觅 这些道理太大了 对任何事物来讲 都不能够废弃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修身养性的 一经的文字 前卦相传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们反复讲了这句话 做事自强不息 坤卦的相传写道 帝是坤 君子以后的载物 我们也讲过多次 做人要后的载物 前卦的相传写道 康龙有悔 赢不可久也 不要变成一条高亢的 骄傲的 自满的龙 如果这样 一定会后悔的 因为自负满足了 他不可能持久的 前卦相传写道 千千君子 被一知目也 我们要成为一个非常谦虚的君子 要把自己看成比平常的人还低一点 严格的要求自己 这样反而能够前进 前卦相传 老谦君子万命福也 一个勤劳谦虚的君子 广大的老百姓才能够幸福 葵卦相传写道 君子以同而异 前面我们解读过了 作为君子要求同 垂异 这是修身养性 不要一听不同意间 就火冒三藏 义卦相传写道 君子以见善之谦 有过之改 一个君子看到有好的就要跟着去做 看到有错的就要改过 因此这一段话就形成了一个成语 叫改过千善 生卦相传写道 君子以顺德 极小以高大 一个君子应该顺着道德 小的方面不断的积累 最后能够变成高大的品德 坑卦相传写道 君子以致命随之 作为一个君子 应该拼命的 努力的去达到自己的志向和目标 前卦文远传写道 具上威而不交 再下威而不优 指的是 一个人身具高威 但是不交恨 一个人身具下威而不忧虑 前卦文远传写道 君子学与俱之 温以辩之 宽以拒之 人以行之 指的是一个君子 学习的时候要聚集大家一起来学习 有问题的时候应该参与辩论 然后平时要宽以待人 行动的时候要以仁义而行 坤卦的文远章写道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过的 要多做好事 这样才能好事跟着你而来 如果你不做好事而做坏事 坏事一定会跟着你而来 西词传又写道 拟之而后言 拟之而后动 指的是讲话要慎重 要拟好了再讲 行动更要慎重 要议论讨论之后再行动 西词传又写道 何以守卫 越人 何以拒人 越财 怎么样能够保住自己的位置呢 那就是要仁义 怎么样能把人气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呢 那就是要散财 西词传又写道 长期余生 待事而动 指的是平时我们要善于学习 挣扎本事 让自己身上藏着很多本事 这样只要有机会 有时机的话 你一行动 这个机会就归属于你了 这就是 已经里面收集到的 责政和修身思维的内容 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 认真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